举真才识学的 有的自然相 三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五点 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六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到罪一样 三九点广结众元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零点 沉默是棒最好的答复 四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二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是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四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四五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四六点 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你骗得了别人 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四七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四八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什么 我们活着为了什么 四九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愿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五零点 感谢上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五一点 凡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他人着想 个就是慈悲 五二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以能 不扬人恶 自然能化低为友 五三点 诚实地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五四点 因果不曾亏欠 我们舍 所以 请 不要抱怨 五五点 大多数的人 一辈子 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 被人欺 五六点 星是最大的 骗子 别人能骗你 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 一辈子 五七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堵 切磨自己逃了 五八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 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 若死 指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么 他的智慧 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 而已五九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六零点 你有你的生命观 我有我的生命观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六一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六二点 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六三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派我们 打我们 放我们 可是 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 和一颗心静的心 六四点 如果一个人 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五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六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三宝 地底下 地uir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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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